杰克黑珍珠号船长九大海盗王之一 被救出后带领一行人打败了海怪戴维 威廉一路披荆斩棘 后来杀了戴维成了飞翔的荷兰人 贝克特东印度公司的人控制了海怪戴维后 一心想获得海洋霸权 第二步中 杰克船长被海怪戴维抓走 去了荒无人烟的惩罚地带 为了救出杰克一行人找到了女巫 让女巫帮忙出主意 女巫派出了巴伯萨船长 在他的带领下 大家前往惩罚地带解救杰克 惩罚地带是什么地方呢 是个毛也没有的地方 那里竟是沙子和石头县 而且进去容易出来难 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杰克 杰克见了大家的那一刹那 懵逼得不得了 还以为自己在天堂呢 好久才反应过来 就在杰克他们重返现实世界后 不料却被一个名为 绍峰的海盗团团围住 原来是威廉叛变了 威廉答应绍峰把救出来的杰克交给他 而绍峰则帮他夺回黑珍珠号船 他需要黑珍珠号 去救变成水怪的父亲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绍峰抓到杰克后 下一秒转手就交给了贝克特 他自己嘛 同样一心想得到黑珍珠号 结果他被贝克特耍得团团转 想要黑珍珠号 门也没有 巴伯萨老船长就说了 现在眼看大权要落入贝克特 这个歹毒的人手里了 我们必须组织海洋工会 九大海盗都来参加 一起把神明的封印解除 然后贝克特又忽悠绍峰 说神明就附体在伊丽莎白身上 绍峰二话没说就把伊丽莎白抓走了 结果绍峰把伊丽莎白抓走的当天晚上 就被贝克特的人打死了 绍峰临死前让伊丽莎白当船长 巴伯萨在工会上宣布要解除神明的封印 让神明帮助我们一起来打仗 而神明就是那个女巫 影片讲到这里也给我们爆出了一个惊人秘密 原来海怪戴维至爱的女人就是 女巫 Oh my lady 嘎嘎 可是就在大家给女巫解除封印后 女巫也并没有帮助她们嘛 这时候贝克特和戴维的船已经来了 大战一处几发 天上暴雨连连 海面漩涡滚滚 眼见两队人马厮杀的不可开交 威廉却边杀人 边和伊丽莎白求起了婚 我天这样求婚也可以 战斗中威廉被戴维刺中了心脏 眼看快不行了 危机时刻 杰克拿着威廉的手刺穿了戴维的心脏 杀死了戴维 可是亲手杀戴维的那个人必须得接受戴维的位置 成为飞翔的荷兰人 到时候只能过一天靠岸 十年远航的生活和伊丽莎白也就十年才见一面 如威廉所愿 最后他杀死了戴维 成了新船长 船上的海怪也都慢慢变回人形 一早醒来 杰克的黑珍珠号不见了 仔细一看 原来是巴伯萨这个老狐狸开走了 没关系 看没有地图的老巴伯萨怎么航行 至于地图嘛 早已经被鸡贼的杰克偷了过来 他呀 此时此刻正乘着小船向前赶路呢 《加勒比海盗世界的尽头》 是迪士尼电影公司推出的奇幻历险电影 也是《加勒比海盗》系列的第三部作品 由戈尔维宾斯基指导 约翰尼·德普 奥兰多·布鲁姆 凯拉·奈特利等主演 该片于2007年5月25日在美国上映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05 输入电影名称就能看到完整版了